朋友拿起相机拍下来 孙安迪博士要讲 这个是五大类的超级防癌食物 太重要 拿五大类博士 您可以看到有十字花科类的 绿花椰菜 白花椰菜 各种甘蓝菜 包心菜 卷心菜 各种cappuccine 这个也是美国防癌学会最重要的 像结球甘蓝都在里面 柑橘类的 柳橙柳丁橘子柠檬柚子葡萄柚 它除了有一大堆的微量元素维生素 它其实很多有生物活性物质 葱蒜类的 各位看到洋葱 青葱 大蒜 甚至那个味道越呛的 它的活性越高 颜色越纸黑的效果越好 各种豆类 黄豆 黑豆 绿豆等等 各种豆类 毛豆 还有很多豆类 那么另外这个茶类的 绿茶当然抗氧化率最高 半发酵乌龙茶 全发酵红茶 普洱茶 各位它最里面最重要就是一些活性物质 像十字花哥的 有一些这个易流青酸盐 还有银朵 那么这些东西呢 对这个活化我们的解毒酶 非常重要 我们的解毒酶 最重要在肝脏里面 还有肾脏 这个是重点的重点 那么这个就是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平常要多吃啊 平常要多吃啊 你的抗氧化力啊 你的抗癌力 你的这个还有一大堆的微量元素 维生素 还有另外有很多骨光肝胎 您刚刚有讲到说 越嗆的东西对身体越好 味道越深 越浓越嗆 一个蒜没有味道没有用 所以洋葱 洋葱有这个蒜味 那另外呢颜色越紫黑的 越黄的越绿的 所以主厨要教一道非常好的料理 叫做洋葱拌尾鱼 可是我要请教主厨了 切洋葱大家都会流泪 这一对兄妹 他切洋葱他怎么切 他干脆带起蛙镜 哥哥就把蛙镜给带起来 切洋葱炒洋葱 主厨您评价一下吧 这样对吗 这对兄妹聪明吗 也蛮聪明的 还好 这个寄作人的儿子 你能说不聪明吗 对啊 以前我们老师父 我们以前学徒的时候 在切的时候 常常在流泪 那老师父常常教我们一步 是什么呢 把盐巴放在砧板前面 就这样切 好像真的 可能是心理状态吧 心理感受不一样 所以说没有流泪 但是呢 真的在这边教你们有一步 洋葱呢 一定要怎样呢 头尾 先把它切除掉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大概二三十分钟 好不好 就把里面的一些 把它吸收掉 或是呢 把泡在冰箱里面 再拿出来切 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不用带挖镜了 对不用带挖镜了 但是我们常常 切一个已经免疫了啦 对对对 好 那再从这边呢 我们现在要拌一个洋葱拌鮪鱼的话 一定要先把这个外表 这个吧 先把它拿掉 嗯 因为呢 洋葱拌鮪鱼 我们都知道洋葱呢 假如说直接切一切 这样拌的话 会怎样 很辣 对 吃不下 对 很呛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就直接呢 就把它切丝 哇 这个刀勾 天啊 你假如说 假如说 不会像我这样厚切的话 你可以把它剥一半一半 真是佩服的五体头 那个切吧 就像这样子 对 然后呢 这个呢 切好的洋葱 就要泡在冰水里面来 能来如此 对 然后呢 你可以直接呢 就把它切像这样子 不要像我这样子这么厚 那比较危险 对不对 比较薄 慢慢像这样子 在家里 可以慢慢切啊 就像这样 不需要像我这样 秀刀工 哇 好不好 好强啊 太厉害 那个洋葱 抗癌杀菌作用很强 有二锡丙肌 有一些这个 硫米的化合物 那个味道越强 它这个化合物活性越高 对 好食材啊 对 然后我们直接呢 把它泡在冰水里面来 都把它切完了 反正是秀刀工 都要切完了 我看这个刀工 看得好过瘾哦 有疗愈作用 对 再来呢 就在冰水里面呢 把它抓匀 就像这样子 那等一下腊的部分呢 它经过二三十分钟以后呢 它腊的 那个整个 整个流化水都在里面了 流化物都在里面了 然后再来呢 它会变成有点透明状 透明状 我们拿起来 瀝干 再加上呢 我们用鲍鱼 我们鲍鱼罐头呢 在我们超市都可以买得到的 然后呢 里面加一点 那个辣椒 香菜 还有黑胡椒粒 少许的黑胡椒粒 再加一点香油 还有长亚油 然后把它加在里面 好美的成品 里面不要再加盐巴了 因为那个 我们的鲍鱼罐头里面呢 它的汤子已经有咸味了 不要再加了 这样会太咸 那这一道呢 非常清爽的一个凉拌菜 洋葱版鲍鱼 对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